今天要講一篇中四程度的文言文,就是遼齋志義的孝子 第一句,清州東香山之前,就在清州東香山的前面,有周信廷者,有個人叫周信廷 是無自孝,是字就是解是奉的意思,自孝就是極孝順,十分孝順 無古生巨追,留意下古字不是屁股,是指大腿,追是指獨瘡 媽媽的大腿生了一個巨大的獨瘡,痛不可忍,痛到忍不住 就夜貧身,就夜即日夜,貧字是通假字,通醫貧,即是皺眉頭的意思,東思孝貧的貧字 身,當然是身淫,周虎姬進藥,虎姬自免解是苦摸肌肉,當然是指按摩的意思 周信廷幫他媽媽按摩,給他媽媽吃,致亡寢食,去到一個廢枕亡餐的地步 數語不如,語即是傳語,周虎姬無以為計,周信廷,憂就是憂心 受到憂慮的煎傲,無以為計即是沒有辦法 夢父告約,在夢裡,他爸爸就告訴他 他爸爸當然是死了才會報夢給他 無疾,賴乳孝,母親的疾病,賴是依靠,乳就是你,孝就是孝心 母親的疾病是依靠你的孝心才能治得好 然此瘡非人,高徒之不能遇 然即是然而,人高即是人造的高藥 但這個瘡不是人造的高藥,查上去是不能傳語的 徒勞焦測也,徒就是白白地,勞就是辛苦 焦就是焦急,測就是痛心 如果你不用人造的高藥去查的話 只是白白地辛苦,焦急和痛心 是醫不好他的 醒而易之,睡醒之後這件事很奇怪 乃喜於是起床,以刀割協肉 歇就是腳底至腋骨中間的位置 周迅廷就用刀割了自己歇腰的位置的肉出來 肉脫落,肉脫了出來 割不慎苦,覺得不太過痛苦 急以捕前腰制 急忙用捕綁著這條腰,因為用來止血 但歧視又出現,血液不住,血不流出來 於是烹肉池高,於是煮了自己的肉,拿著藥膏 呼無患廚,呼在母親有毒瘡的地方 痛截然頓止,痛楚突然完全停止了 母喜問,母親很開心地問他 何若而靈效如此,是甚麼若有靈效呢? 周鬼對之,鬼就是欺騙的意思 周迅廷就用謊言回答他 母倉沉譽,沉字是指不久 母親的毒倉不久就傳譽 周梅掩護割處 周迅廷經常會遮著割肉的地方 即妻子亦不知也 即,即是就 就算是妻子都不知道,原來他割肉 既存,既字是已經 周迅廷已經傳譽 有巨巴如掌 有個巨大的巴痕,好像手掌那麼大 妻傑之 她太太,傑就是問他 此得其長 此字是財,財之到長情 長情當然是指割肉的長情 下一段 異史事約 異史事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 龜古為雙生 龜即是割 割了自己的大腿是傷害生命的 君子不貴 君子是不會推崇 貴是推崇的意思 言如夫婦何之傷生為不孝災 言就是言而 言而愚蠢的夫婦 怎會知道傷害生命是不孝呢? 這是反問句來的 自己對夫婦是不知道傷害生命是不孝的 即是說他們無意之間做了一件不孝的事情 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 者而矣 行其心即是順著自己內心 不自己即是自己本來不會做的事情 他們只不過是順著自己內心做自己本來不會做的事情 有詩人而知孝子之真 詩字是者 有這個人令到我知道孝子的純真 真字是指純真的意思 由在天讓耳 由字是仍然 在也存在 天讓是指天地之間 以就是與在辭來 沒有意思 整句就說 有這個人而知孝子的純真 仍然存在在天地之間 第二篇要講的文言文就是 朝野劍在 東海孝子郭淳喪母 東海地方有個孝子叫郭淳 她母親就死了 每哭則群鳥大雜 每次哭的時候 雀鳥全部聚集在一起 史驗有實 史字是官派的使者 驗是檢查 檢查完之後 實是事實 檢查原來這件事是有事實 是確有其事 生表門裡 生表就是表揚 門裡就是門前面 在古時候 如果有些人做了一些很結束的事情 例如中校之類的事情 為了表揚她 就會掛一些東西在門前 有時候掛一些牌匾 有時候掛一些旗都可以 這裏就是指官府為了表揚她 於是在她門前掛一些東西 後訪乃是孝子妹哭 後來有人訪查這件事 原來孝子每次哭的時候 即散餅食於地 就會將餅食物散落在地上 群鳥爭來食之 一大堆鳥就爭食食物 後如此 後來這樣 即是同類的事情不斷發生 鳥爭聞哭聲以為道 鳥爭聽聞哭聲作為一個標記 以為一個有食物的標記 莫不敬臭 全部都爭傷走過來 以為有食物 非有靈也 並不是她孝感動天 令到有這件靈異的事情出現 靈畢 可惡 金